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看 有几篇我们是做过的 所以这篇叫做Foreign Countries 外国 Foreign这个字大家都知道 Foreign Country应该没问题 外国 外国怎么了呢 这故事为什么叫这个标题呢 我们就看下去 其实今天也没有太多的深字 我们就看看故事 赏息一下 我们可能可以尽量的逐句翻译 因为很短 而且因为没有什么太困难的字 他说了 When we fell in love My future husband wrote 我先把读完 Being with you feels like be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Both of us separately had lived before we met in foreign countries We wanted to move abroad again together Years passed and we didn't move abroad Though we took the children to Europe a couple of times One night when my husband said he was leaving me I understood the flaw embedded in the compliment Which I had treasured all those years If you live in a foreign country long enough It's no longer a foreign country It's just an ordinary place 结束 Again很有力量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有冲击性 多半这种百字故事都比较悲伤一点 我们必须说 可能是因为悲伤的东西写起来还是比较容易 是让人产生共鸣吗 或许吧 好 来 从头再看一次 我觉得这篇的重点 我们等一下讲解的重点大概是时态 时态常常是很需要讲解的东西 必须说 当我们追溯爱河的时候 When we fell in love 他用过去式来写 所以当我们 他用现在的角度去写过去的事情 用过去式 当我们爱上彼此的时候 我的未来老公 所以你知道他们后来结婚了 My future husband 就写下了这个东西 可能是我也不知道 有写信吧 不知道 所以过去式过去式 My future husband wrote Being with you feels like be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跟你在一起 就感觉像是处于身处国外一样 我相信它里面imply的就是新鲜感 或这些的 非常的exotic 这个词可能可以讲一下 就异国风情之类的 很exotic 这句当然用的是 现在是 因为是老公的想象一下 他当时写的那个时态 就是现在是了 So being with you feels like现在是 那下一句其实就已经又回到了 书写的时间了 所以又是变过去式了 So both of us separated separately had lived before we met in foreign countries 这句话时态也是重要的 那我们两个呢 分别都在国外住过 在我们认识前 所以我们认识的时候 假设你想象一个时间点是希望2000年好了 2000年以前 他们各自在国外都住过国外 所以可能1995年以前 1994 93甚至80年代 所以在我们认识前 所以在我们2000年认识前 所以是before we met过去式 那我们两个had lived So both of us had lived 变过去完成式 所以这个时间的先后顺序交代的很清楚 再强调一次 用过去完成式的时间点就是 两件事情都在过去的时候 比较早的那一件就用过去完成式 近一点的用过去式就好了 再强调一次 如果你要讲两件过去的事情 比较早的那一件用过去完成式 近一点的用过去式 所以当你没有这个 就是一个point of reference的时候 就你并没有两件事情做比较的时候 所以那那个时候 你就不需要用过去完成式 你只要用过去式就好了 好这个讲讲就懂了 So both of us separately had lived before we met in foreign countries 下一句 而我们呢 就想要一起搬到海外住 所以we wanted to move abroad again together 所以他们两个结婚后的计划 是希望可以一起去国外住 那这个abroad这个字 就是同学特别要注意 因为很多我们台湾的同学 都发音发的不清楚 可能很多人念成aboard 那同学要知道board是班字 aboard一般理解为是处于交通载具上 搭那个什么Eva Airline 或者China Airline 或者任何的Airline Welcome aboard Eva Airline 所以Welcome aboard 欢迎搭乘 那你也知道boarding pass 就是那个叫什么登机证 所以board这个字 再强调是在交通载具上 OK aboard 那board单纯就是上载具这样子 You board the plane 那abroad这是在海外 broad abroad broad是宽广海外的世界很宽广 我大概是这样子集的 所以abroad就是处于海外这样子 So we wanted to move abroad again together 结果几年过去我们都没有 Years past过去时 And we didn't move abroad过去时 虽然我们曾经带孩子去欧洲好几次 Though we took the children to Europe a couple of times 我个人觉得这句是让你喘息用的 因为100个字 100个字虽然是必须写很紧凑 可是中间还是有点breathing room 让读者突然进去 就是去消化一下他目前给你的资讯 所以几年过去 我们没有搬去国外 虽然说是带孩子去欧洲去了几次 然后你就想 OK有婚姻有孩子 酷太好了 那下一句 有一天晚上 当我的老公说要离开我的时候 跳太快吧 可是百字故事就是这样 不然呢 你还要再写个两段才说老公要离开我 没有 现在就要杀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有天晚上 当我老公说要离开我 When my husband said he was leaving me OK 所以过去是说 说他要离开我 又是一样 过去是he was leaving me 我突然就了解到 I understood the flaw embedded in the compliment 我突然就了解到 卡在这一个称赞里的 砍在这个称赞里的一个 他的缺点 他的一个flow flow就缺点了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翻译他 当然没有了 所以他这个称赞 就是说 跟你在一起仿佛身处国外一样 这个听起来像称赞的一句话 所以complement 再强调一次称赞 P-L-I-M-E-N-T 不是e 如果是P-L-E-M-E-N-T 那叫搭配或之类的 所以这个称赞 其实里面卡着一个 不完美的地方 flow 而这个称赞 他却也已经 在这么多年中 都觉得非常的 就一直珍爱着这句话 老公说我像是 跟我相处像生殊国外 所以他这里才说 which I had treasured all those years again 时代又要注意了 为什么这里用过去完成事 就是老公在说要离开他 之前的那一个人生中的时间 就他们还好好的时候 他都一直珍惜着这句话 就是老公觉得 跟我在一起想在国外 但他一讲说 要离开他的时候 他才突然间了解到 这个称赞里面 藏着的一个不完美 这样子 而在那之前 他都是很珍惜 真实这句话的 所以这里才又用了过去完成事 所以你看 实态真的是个重点 好 那到底 里面的flow是什么呢 我帮刚刚这句再读一次 So one night when my husband said he was leaving me I understood the flaw embedded in the complement which I had treasured all those years 好 什么是 flaw是什么 If you live in the country long enough it's no longer a foreign country 所以这句用现在式来说 因为这讲的是一种人生间的真理 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国外住够久 那那个住就用现在式来说 因为讲的是人生间的一般性的道理 哲学性的道理 这些的 General truth 换句话说 So if you live in the country long enough 你在一个国家住够久了 他就不再是外国了 不再是国外了 就像这个老婆 跟他在一起像住在国外 久了就不是国外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地方了 It is just an ordinary place 好 我大概也不用进一步解释 这句故事里面更深一点的含义了 总之 好像也没多更深的人 就把他比作是一个外国 然后久了就腻了 然后本来还打算 一起要搬到国外去什么干嘛的 有实现吗 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之间 就是有的一些人生计划也没达成 那也可能是懒了 可能是怎样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可能就毕竟 就一定会有那个淡下来的感觉 大概是吧 好 所以今天这样短短的 我们就赏息一下这故事 每次做百字故事 我都非常开心 我都觉得 虽然说我做频道的意义是希望帮助大家进一步英文 那我也的确很开心的做了这件事情 可是有的时候我分享的东西 还真的很像是那种就教材 你知道就教材 教材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 对很多人来说教材就是帮他们学习好东西 可是我始终觉得诗或者是故事小说这些东西 是我的人生的aspiration 那这种aspiration 当你有机会可以离它近一点点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就像我很爱爵士乐 我弹吉他能力不好 可是我很希望有一天 我这辈子如果可以玩爵士乐我就好开心 可是我玩不起来 所以我有时候弹一些那个七和弦 不管是major还是minor7或者就7 听到那个七和弦的声音 我就觉得好爽 因为七和弦是爵士乐里面很重要的一个component 我相信懂音乐都懂 pinocchio大概就知道 所以这种你靠近一点你梦想的东西的时候 的这种情绪是非常开心的 那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活在世界上 不再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靠近了一点点你梦想要去接触的东西 即便离它还是很远 但是即便往它的方向多踏一步 就像我今天讲解一下这个故事 我就觉得好爽 就这样子就好爽 希望你也跟我一样爽 好 那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